各位朋友,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华为的Mate70手机确定搭载着新一代的华为麒麟芯片 而且都是国产的光刻机生产的 中国的国产光刻机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 可以说已经成了 那世界的半导体产业要塌房了吧 现在中国的芯片,主要是一些中低端的芯片 已经占了世界半导体的半壁江山 光刻机成了以后,那就是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那不是活该吗 你说美国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你说你没事,你制裁中国这光刻机芯片干啥呀 你让中国人奋发图强 是吧,那个美人不就说,我让他们制裁去吧 制裁个十年八年,中国人什么都有了 中国人什么都有了,美国就无路可走了呀 各位,那边说有这么夸张吗 你看看这个新闻是这么说的 中国的媒体快科技7月23号的消息 说华为的Mate70正在准备中 而是按照之前于成东透露的情况 将会在今年的四季度发布 且首发的是纯血鸿蒙系统 报道中提到呢,有着博主给出的细节显示 Mate70呢,因为鸿蒙OS NEXT和全新的麒麟5G的SOCO 适配的进度较慢 导致呢最快的第四季度中下段才能量产发布 不过呢,用户的等待是值得的 因为华为全新的麒麟芯片采用了新平台 工艺呢又有所改进 主要是自研的新系统和处理器 新平台的工艺有改进 这俩适配呢有些拖进度 是吧,就是与它常规的配套的 是超大可变光圈的就是那个光学的相机系统 超大的硅电池也在做 目前呢,这个应该是还有一些时日 你看了吗 新的传感器 这以前都是日本的索尼做的 新的大容量电池 这都是华为要放的王炸 而且呢,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麒麟的这个芯片 麒麟的芯片是纯国产的光刻机干的 这个事儿咱们早就知道了 但是呢,中国国产光刻机又获得了重大突破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有一位大神的半导体博主 他的文章基本上都靠谱了 我们看看这个大神是怎么说的 他说是这么说的 两年前我就知道 麒麟芯片将在二三年回归 也了解到全国产化会在二三年内解决 现在回头来看 除了有些技术指标和技术运用有差距 毕竟呢,商业量产跟实验室有区别的 其他的信息大致是正确的 关于下一代的麒麟芯片 我去年已经发过了 只是被平台给删了 不知道这次还留不留得住 我再描述一遍 采用了N加2plus的工艺 N加2就是双重曝光嘛 是双重曝光plus的工艺 密度超过1.4亿每平方毫米 就是晶体管呗 工艺性能比麒麟9000版的台积电的5纳米的工艺还要好 而且华为自己也会新建工厂来生产这一代 但自己宣传的工艺还会使其难品 怕进一步的刺激美国 这一代的EUV是赶不上了 这个深紫外光 集紫外光是赶不上了 但会用国产的DUV的二代 因为国内的量测技术的突破 套客的精度大幅度的提升 二次曝光我要套客嘛 通过多重曝光技术 不但可以做5纳米 甚至可以做到3纳米 是集紫外光EUV 国产的今年也会出来 在下代密度超过2亿的工艺的少数关键层中运用 但也可以只用DUV二代 今年的工艺对比荷兰的最先进的光刻机 大概落后1到1.5代 但配上纯血鸿蒙 性能将会有惊喜 至于产能 华为要到25到26年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 那个时候麒麟芯片就会再次的往下杀 那个时候也有产能释放给荣耀了 接下来就是等国内半导体的成果发布了 我本以为会在去年发布的 因为在中美金融战以及股市救市的大背景下 这是一个极好的预期的好消息 也就是控盘的手段 但中国还是比较务实的 再等国产化的完成 当然一旦发布 对美国的股市将是一计绝杀 那就是世界半导体行业又塌房了 各位 这位消息灵通人士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EUV二代呢 稍强于荷兰阿斯麦的2100R 国产的EUV落后 阿斯麦最好的EUV才半代 明年呢 华为目前自己的工艺配合国产的EUV 最高可以达到254亿每平方毫米 就是晶体管 比台积电的N3工艺要强50% EUV只会有这一代 下一代是0.1纳米的稳泰的微距数光源 好家伙啊 这直接就集紫外光 这个那都跳过去了 这就直接中国的0.1纳米的 这个新光源了 这太令人惊讶了 这个啊 说DUV解决了 EUV也快了 但是量产上产线产能提升 都是需要时间的 像华为这样率先导入 并自己进入芯片制造的 要满足产能 估计2526年 而OPPO的这样的国产手机厂商要排队 获得华为的芯片 怎么也得26年以后了 而这三年里美国一旦制裁的话 说的是OPPO 整个公司完蛋 估计美国人是有动作了 断币和断供只能选其一 这个ZEKO只能是被舍弃了 OPPO的芯片公司立刻就解散了 是吧 因为OPPO 他觉得有华为猪欲在前嘛 他自己再做芯片就没大意思了 所以呢 OPPO国产的这些厂商 干脆都用华为的就得了 自己不做了 大神们透露啊 说7月24号透露 华为的新麒麟的9系 内部代号 HI36B0 CPU是自研的 基于昆蓬930的核心 是GPU也是自研的 多重易构融合技术 2.5D的封装技术 4级片外超高容量缓存 因为堆叠2.5D封装的内存工艺 是1X纳米的 所以呢 外界传为了14纳米堆结片 实际上是这个1X纳米的 说HI36B0本身是N加2工艺的 国内的7纳米工艺 也就是中芯国际的半导体工艺 细飞为三种 N加1密度呢 差不多0.9亿每平方毫米 去年完成了去美国化 并采用了国产光刻级量产 N加2工艺 密度超过1.2亿每平方毫米 今年完成了去美国化 N加2plus密度超1.4亿每平方毫米 已经于去年下半年量产 准备明年完成去美国化 由于加持了华为自研的 FanFight晶体管的技术 就是那个 一个堆叠技术吧 相当于N加1性能相当于台积电的N7 N加2性能相当于台积电的N4 N加2plus性能相当于台积电的N5P工艺 这个呢可能也分为两款 星期凌 一款是没有2.5D封装 没有4级片外超高容量缓存的 这个缓存的意思 就是能够加快芯片的这种加载速度 你比如说大家要玩游戏呢 这个都喜欢用那个AMD的 什么7950X3D之类的 就是因为它的缓存比较大 加载游戏的时候速度快 就这个意思 麒麟中端的芯片 由原麒麟的9905G芯片再生产 这几款芯片具体怎么命名 要看中端的销售策略了 下一代的麒麟芯片 除了中芯国际代工 用N加2plus海思自己的工厂也会生产 采用自己的七大米工艺 密度也超1.4亿每平方毫米 同时也可能运用国产的EUV来量产 具体要看国产的EUV光刻机的量产进度 2526年全面的爆发 是吧 美国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自己的半导体行业马上就完球弹了 荷兰的光刻机估计也卖不动了吧 搬起石头完美的砸了自己的脑袋 还不是脚 两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